我们现在开始要教光 开始讲的叫做光的本质跟实际 光的本质其实我们讲过了 我们跟你讲过光本身是什么东西 光就是一种电磁波 电磁波的传播不需要靠戒指 所以它不是力学波 所以光波是一种电磁波 它不需要戒指 它不需要戒指 那么它就可以传播 它不用戒指可以传播 也可以在透明的戒指中传播 这里有空气也有光穿过 这里有玻璃也有光穿过 所以光可以穿过玻璃 光可以穿过空气 所以光的传播不需要戒指 但是有透明的戒指 它一定在其中传播 这个我们其实之前讲过了 光是电磁波不需要戒指 你怎么知道它不用戒指 你的日常生活就有经验可以告诉你它不用戒指 请问你怎么知道它不用戒指 22号在吗 有 30号在吗 29号在吗 有日常生活经验有什么 你可以知道光不需要戒指就可以传播 电灯不对 但是有接近到答案 请坐 对 日光月光星光 太阳过来中间没有戒指 月亮过来中间没有戒指 星光过来中间没有戒指 没有戒指可以看得到太阳 看得到月亮 看得到星星 就表示光的传播不需要戒指 同时光波是横波 光波为什么是横波的理由 以后再说你就不用管它了 你国中生只要记住 光波是横波就可以了 至于它为什么称为横波 以后再说了 以后再说 OK 光波是一个电磁波 不需要戒指可以传播 它不是力学波 光波是一个横波 其实所谓的光波是电磁波 电磁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波长 有波长很长的S光 有家里微波如用的微波 有红外线紫外线 有所谓的S光 有所谓的Gamma ray 有很多不同 其中呢 只有一点点的部分 只有一小部分 只有一小部分 是我们的眼睛 可以看到的 一小部分 是眼睛可以看到的 这叫做可见光 可见光 只有一小部分是可见光 人的眼睛可以看得到 其他都 看不到 人的眼睛看不到 那我们教你的时候 主要也都教的就是所谓的可见光 就是这个 红尘黄绿蓝电磁的光 叫做可见光 红尘黄光 红尘黄光 没有可见光 我眼睛看得到 能够感受到的光 只在了光辅的一小段而已 那么其中的红光呢 波长比较长 频率比较低 能量比较弱 紫光的波长比较短 频率比较高 能量比较强 整个电磁波都是这样 如果波长越长 频率越低 能量就越弱 如果波长越短 频率越高 能量就越强 所以呢 就是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当然那一长段的 红尘黄的 平浮里面 光浮里面 都是一样 波长越长的 能量就越低 波长越短的 能量就越高 好 那除了可见光之外 我们还会带一下 红外线跟紫外线 我这里仔细现在先随便讲一下 我们后面会再讲的更多一点 更仔细一点 可以随便带一下 在那个光浮当中 频率最接近红光的 比那个波长比红光长一点点 最接近红光的叫做 红外线 它跟热有关 红外线跟热有关 是红外线 三年期的地球科学 还会用到这句话 三年期的地球科学 还会用到这句话 红外线跟热有关系 好 另外就是 它的最接近 紫色光的 它的频率比紫光更一点点 最接近紫色光的叫做 紫外线 它可以拿来杀菌消毒 这是紫外线的重点 这是紫外线的重点 可以杀菌消毒 OK 就是我们 那我们后面会再跟各位讲的更多一点 这边就先看一下 说有会讲红外线跟紫外线 请问有没有问题 没有 很好